安波普通话足球快逊 2023年2月28日 卡斯米露享受曼联时光 在2022-23赛季联赛杯决赛中 曼联2-0击败牛卡素捧杯 本场比赛中 卡路士卡斯米露为球队首开记录 并在赛后被评为队内最佳球员 赛后 卡路士卡斯米露接受了ESPN和TNT巴西频道的采访 他谈到了自己离开黄马加盟曼联的原因 曼联争冠的希望等话题 在接受采访时 卡路士卡斯米露说道 认识我的人都知道 我追逐这皮球 就像在追逐一盘食物 这就是我的性格 不会仅仅因为我是在踢决赛才那么做 我会奋力争夺每一次球权 就像那是我能争到的最后一个球一样 在联赛杯夺冠后 这位曾五次夺得欧关联的球员依然兴奋地庆祝捧杯 卡路士卡斯米露回应道 我这样庆祝 是因为我很享受在这里的时光 我离开了一家伟大的球 会 来到了英格兰 人们都想知道背后的原因 像这样的时刻就是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都知道 这还只是一个开始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感到快乐 对我来说 这是又一座奖杯 无论是什么比赛 我都希望能赢下它 联赛杯夺冠后 曼联依然有机会争夺英超 欧洲联赛和英格兰组总杯的冠军 卡路士卡斯米露表示 我们正在取得进步 并在这个国家赢得尊重 但现在谈论争冠还为时过早 我们必须不断取得进步 前面还有像曼城和阿仙奴这样的球队 我们不能视而不见 我们也必须面对这个现实 但我们正在理解主帅的理念 我们还会继续进步 从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起 我的人生就一直围绕着胜利展开 这一点在这里也不会变 我来这里是为了帮助我的队友和曼联 谢谢你收听安波普通话足球快讯 感谢你的支持 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